之前任务局的孫山湾在国性匆 发现一只压生的酒口受困在脱水地当中 已经赏翁一只得生重心的当务救渣来暂时收容案件 当务医生表示 这只母的压生酒口是很少年 经过滚烂港的收容也已经渐渐过后健康 经过变国了后就会等到适合的时间 将这只母的酒口来压放回去送来 这只酒口受困在山区中的一座脱水地当中 可能已经睡了几六天 所求人员很少日用颠簿帮忙 来将这只酒口收起来 前后放在温宿人家来 转到一只的心中心的压生动不去救站来收容案件 并且检查身体状况 好消息是这只母的少年酒口身体状况很好 这只动物来的时候我们初步的检查 包括把它麻醉之后 看它的整个身体的状况 它是属于比较销瘦 是一直母食虎 那体重是1770公克 那现在的年龄还没有完全成熟 它是一直母的 所以这只食虎对我们当地的食虎的族群来讲 也是蛮重要的 虽然在地区透神的照顾 但亚新的酒口 宇宙对着保护人员是很厉害 不是客气来表达不患 不由是很可愛 看起来身体状况也不错 亚新动物继续站的医书表示 经过变故后 对着适合的时间 将这只母的酒口 后悔医馆本来70台 那在这几天的住院的过程中 它的血液的素质 就是健康检查的部分 逐渐的好转 那包括它一天开始来的时候 是身体比较销瘦 是因为没有进食 所以现在进食的状况也都很好 那慢慢恢复 那等到我们评估它的健康都OK的时候 我们会也放到它原来发现的地方的附近 让它回归它的族群里面 在高兴乡的出水地发现酒货的事情 听说附近居民是很高兴 因为当地已经有几十年 没有看到酒货 这个好消息也让南岛人关注 关府农业厄处 以及自身中心人员都相当高兴 也让与乡亲 可以最会来搭造 优胜酒货的野生环境 接着节目参长报道